您好,我叫王恒,是一名总流科医生。 我们在南加州大学凯科医学中心,KAC Medicine of USC, 致力于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无论他们是在检查时还是在自己的家里。 当您进行远程医疗预约时, 协调员会告诉您就诊时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但您可能仍有一些问题。 为了确保最好的结果,请牢记以下提示。 在就诊之前,请花点时间了解如何使用视频应用程序。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使用视频应用程序, 他们可以帮助您提前排除故障, 以便您在就诊时能清楚地看到和听到您的医生。 信号良好的网络连接对于减少误传的风险非常重要, 您的医生可能不知道连接发生中断, 所以如果有必要, 请随时要求医生再说一遍。 找一个安静,光线充足的私人区域进行就诊。 根据您就诊的原因, 医生可能会要求用目视检查来代替身体检查, 所以隐私很重要。 我们会尽量让您的远程医疗与面诊相似。 就像您来我们的门诊看病一样, 我们的接待人员会在线上接待您, 您也可能会被要求支付您的供付额, 所以请务必准备好您的付款方式。 接下来,我们的临床工作人员可能会询问您的病史、 病情变化、药物、测试或化验结果。 请准备好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医生分享上述信息。 您现在已经准备好看医生了, 您可能会被安排在线上等候时, 但是医生很快就会与您见面。 如果您看到我们戴着口罩,请不要疑虑, 尽管我们不是面对面为您看病, 但是我们在凯克医学中心的办公室里, 并希望保证患者、员工和同事的安全。 如果您不太清楚医生的随访医组, 请要求解释, 我们始终希望您在接受诊疗和指导时感到舒适。 如果听完这些建议后, 您仍然不确定远程医疗是否适合您, 请联系您的协调员, 他们会审核您的需求, 并与您讨论选择方案。 祝您身体健康, 请记住, 无论是清零还是远程, 凯克医学中心在这里为您服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